外号新闻王子柳爷的香港资深媒体人柳俊江 以峡谷担心文明媒体圈 他每逢大事必仗义之言从不怯懦 他身上的港人气节风范赢得美誉 新的一年刚刚开启 有新闻王子美誉的香港前无线电视知名记者柳俊江 却在家中烧炭轻声 结束了42年的短暂人生 令无数香港人深感惋惜 1月5日 柳俊江在大部黄谣澳村住所去世的消息传出 让好多人感到震惊 因为他在12月31日还参加了香港的马拉松活动 并没有出现任何异样 元旦时他在Facebook写道 什么是一定拥有过却捉不住的 是昨天 什么是永远都快来到 但永远都没有来到的 是明天 每一个昨天都是过去事 每一个明天只是未来事 并许下2024年的目标 要把握当下 做自己喜爱的事 柳俊江Facebook的最后一则贴文 发布于1月3日 是他参加马拉松的照片 他自言要改变紧跑的姿势 发现做的还不够 他在IG上陆续分享 柳爷说话教室课程时间表 呼吁大家可以开始报名 没想到5日却传来他轻声的消息 好多香港网友说 柳俊江跨年后的发文看起来都很正面 实在没有想到他会走上绝路 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努力 善良 充满活力的年轻才俊 会选择离开呢 回顾柳俊江的人生经历 可能会找到一些答案 1981年4月出生的柳俊江 幼年时期在屯门区山景村居住 有两个弟弟 因家境贫穷 他14岁就开始兼职打工 当过私人补习老师 送货工人 地盘工人 超市理货员与跟单员 还做过临时演员 柳俊江出身寒门 却天资聪慧 才华横溢 他凭借自己的努力 在2003年 获得香港进会大学传领学院 新闻系学士学位 毕业后做了一名媒体人 2002年至2010年 柳俊江担任无线新闻部港文组 中国组高级记者 并被派驻北京和广州 后转任专题记者 负责星期日档案 等新闻特级节目的 编辑和采访工作 他参与采访报道过 2005年香港世贸会议 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 北京奥运 毒奶粉风波等 多宗两岸三地重大事件 汶川发生大地震后 柳俊江和采访团队 在恶劣的环境中 徒步两天 到达地震中心应秀镇 成为全球第一位 进入应秀镇的国际媒体记者 他们拍摄的灾区现场画面 被多家国际主流媒体引用 柳俊江报道 汶川地震一举成名 2008年6月 他开始接任主播 先后担任过 无线五间新闻 六点半新闻报道 晚间新闻和港台 意识论事等节目的主播和主持 柳俊江在新闻界以感言闻名 多次为维护新闻自由而发声 好多人不知道 原来早在20年前 柳俊江就曾为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梁真 被中共代表团拒绝采访 而记场提出质疑 2004年6月8日 大陆奥运金牌运动员到访香港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梁真 在记者会上提问 被代表团副团长何慧贤打断 直接说 不太愿意回答你的问题 并质疑梁真参加发布会的目的 声称 你这个电视台 我们了解你的背景 当梁真表示希望对方进一步解释时 会上有人抢走了梁真手中的麦克风 同在记者会上的柳俊江之后 获得提问的机会 他追问何慧贤 为什么不回答美国媒体新唐人记者的提问 需要回答其他台湾及大陆传媒的问题 是否与新唐人关于法轮功的报道有关 对于柳俊江直指法轮功问题的提问 何慧贤没有正面回答 并很快结束了记者会 而梁真在记者会后成为众多媒体违访的对象 一场中共大外宣的表演成为正式中共剥夺新闻自由的事件 1997年随着香港主权移交 中共对香港的渗透和管控越来越严重 香港新闻界受到中共钳制 柳俊江也感受到来自中共强权的压力 2010年底 在新闻界颇有建树的柳俊江 选择离开五线新闻部和从事八年的新闻行业 他撰写题为 我离开了我爱的岗位的长文 讲述自己离职的原因 他说 近几年记者沦为车衣女工 新闻部管理层对每日的新闻早已有一套看法 记者很多时被要求找单职要 他认为自己作为一名记者 无法进行自由真实的报道 尤为职业操守 不想再做这份没有意义的工作 2019年9月 参加过反送中大游行的柳俊江 接受一圈圈专访 再次谈到他离开无线电视的原因 他直言上司在某些话题上 需要保持政治正确 如香港六四周年到年活动的报道受到压制等 因此当年决定离职 去其他行业发展 资深传媒人李慧玲评价说 柳俊江在无线电视受到赏识 但他最终选择离职 是对自己的专业有要求及原则 离开新闻界后 柳俊江开始从事动物保育和环保工作 2013年 他转任酒吧社区事务经理 2014年开设自己的制作公司 由他导演的 2014年母亲节万事打卡广告片 获得金方广告大奖 柳俊江在读大学时 就对拍摄电影很感兴趣 多才多艺的他开始涉猎娱乐圈 拍摄电视剧及电影 出品了《马加烈与大卫》 《暖男爸爸》 《空手道》 《逆流大叔》等影视作品 柳俊江离开新闻界后 仍然关心时事 2015年 他在《苹果日报》撰写专栏 同年9月 时任中联办主任张晓明说出 香港特首地位超然于三权之上的言论 引起社会华人 时任特首梁振英也大言不参 说中央只任命行政长官 及行政长官提名的主要官员 所以行政长官的地位确实超然 柳俊江撰文批评 超然论一笑大方 更批评梁振英分裂社会 危害法治 玩弄权术 思乡授受 危害社稷之身 已成过街老鼠 2019年6月 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 柳俊江与太太一同参加了 民阵发起的反送中游行 7月21日 元朗发生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 柳俊江得知消息后自发前往元朗 意在疏散市民 却被白衣人打得头破血流 头上缝了八针 两个月后 他被问到是否就721被打进行追究 他很无奈地说 现在的香港没有公平公正的环境 他担心自己从受害者变成被告 因此不打算深究 虽然柳俊江没有就自己个人所受的伤害去追究 但是当香港政府试图扭曲 721元朗事件的真相时 他依然顶着压力 提笔著书 揭露政府的谎言 2020年7月 中共政府强行推出港区国安法后不久 柳俊江撰写出版了 《元朗黑夜!我的记忆和众人的记忆》 书中记录了他本人 及超过40名当事人的目击证词 还原721元朗事件前后的经过 该书出版时 柳俊江接受苹果日报的采访 他点名批评时任警队公共关系科 高级警司江永祥和处长邓炳强 在721元朗事件上说谎 表示自己有责任书写记录真相 他也坦言 在遭遇袭击的阴影下 还原721元朗事件的经过 心理压力很大 但他坚持住了 并多次重回元朗实地搜集资料 柳俊江在书中说 元朗袭击事件一周年之际 有感于历史可能会被当权者扭曲 因此进行深入调查 撰写这本书以留下真实的历史记录 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是一个分水岭 香港社会由此发生巨变 港区国安法被强制实施后 香港的法治自由几乎被摧毁 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大爆发 在中共施压下 香港实施了一系列严苛的封控措施 引发民怨 6月 香港政府以疫情禁据令为由 首次禁止支联会在六四晚上 举行违缘烛光悼念集会 刘俊江在Facebook贴出烛光悼念的照片 及1989年天安门广场坦克人的照片 他写道 每年今天都只讲一件事 31年好 310年也好 2019年反送中运动开始后 9月6日 香港市民发起九龙大游行 反对港区国安法 健康马与一号立法会选举 大批香港警员在望角助手 拦截过往行人 尤其是年轻人 其中一名警员将一个年仅12岁的女童 推倒在地 并用膝盖压住女童 香港民众对警员的做法十分愤怒 批评警方滥用武力 据女童母亲说 她的女儿和儿子在逛街买颜料 没想到无故受到惊吓 女儿身体受伤 心理上更留下阴影 刘俊江在Facebook大骂香港警方 打完大肚婆 打气怒女 渣字都不足以形容香港警察恶行 她也坦言 我想写几句之实 竟然有一刻想过要暗想 因为文字语随时到来 柳俊江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中共推出港区国安法后 无限扩大香港警察的搜查和拘捕权力 彻底摧毁了中英联合声明 及香港基本法保障的一国两制框架 使香港失去了原有的高度自制 自港区国安法生效后 至少50多个香港民间团体和组织被迫关闭 240多名民主活动人士和反对派政治人物被以危害国家安全逮捕监禁 还有许多人被迫逃离香港 流亡他国 苹果日报、立场新闻等亲民主的媒体也被迫停刊 整个香港被笼罩在中共强权的阴影之下时 每一个香港人都感受到令人窒息的压力 许多人因此逃离香港、移民他国 柳俊江为了避开中共强权 离开无线电视、离开新闻界 但面对越来越严苛的言论管控 他对香港的现状感到失望和无奈 从他在Facebook留下的文字中就能够感受得到 柳俊江去世后 他的家人通过柳俊江的Facebook劝慰大家 生命宝贵 我们相信柳爷尚有壮志未愁 请各位好好生活 为慰藉目标跑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